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分享一个快速做早餐饼的方法 不揉面不和面 做法非常简单 往盆里倒入半碗玉米面粉 准备80度的开水边倒边搅 搅拌成糊状 然后加入一碗面粉 再用凉水把它搅拌成糊状 搅拌成流动状就可以了 碗中准备40度的温水 然后再放一勺酵母 给它搅化开 加入搅好的面糊里 再放入一勺盐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饧发两个小时 切一点葱花 把葱花放进面糊里面 给它搅拌均匀 电饼当开上下盘预热 然后刷上一层油 把准备好的面糊倒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给它表面再刷一层油 然后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再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饼色泽金黄 非常的诱人 可以头天晚上把面糊调好 放到冰箱里冷藏发酵 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做了 喜欢的话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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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